那讲到换工旅游现在在国内越来越普遍 不过肯定有一家提供换工的民宿业者 除了换工之外 现在还可以换物品 像是这个出油烟机 电扇 冲浪板 甚至连刷漆都可以 或者是如果您本身有一些才艺 会变魔术 唱歌 带动唱 都可以来换工 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换工度假的方式 推出短短70天 民宿业者内的物品几乎都是换来的 瓦斯鲁 然后这里也是 下面住旅馆不用钱了 原来拿东西来换也可以 他们就是说他们下来玩 刚好店里面不要了 然后就拿下来跟我们换 然后在我们这边注释的玩意 像这个常办还练习办 一片大概要一万出头 然后这个短板一片大概要两万块 然后还有这个油漆 就刷得很漂亮 然后还有这个冰箱 行动冰箱 还有这些书 都是我们交换换来的 如果你觉得搬这些东西太过麻烦 变魔术 带动唱也没问题 正常现象哦 靠进来 放下来 它一定会掉下来 有没有 针大你眼睛哦 不要一直挡我 Magic准备来了 Magic准备来了 针大你眼睛 这样欢乐的气氛往往获得大家的公民 是不是来换工度假的 大家全都融合灾气 那我们就是看OK 然后大家就是谈OK 就就就就来了 这家墾丁民宿业者提出换工度假的构想 到现在短短七十天 饭店内全部都是换来的物品 在墾丁也逐渐打出名号 中间新闻张春华屏洞报道 耶 我们 decay